你好,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呢?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挨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100個百字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複名式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 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70億 所以斷股也不會區區只有十年種運程 話須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程 在我們華人社會裡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隻連枝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來著2015年各個分票運程是怎樣 屬鼠的朋友分別有 1936、1948、1960、1972、1984和2008的 以立春後為準的 2015年為月美年、牧羊年屬土的 泰帥為陽仙大將軍 屬鼠的朋友在2014年衝泰帥 面對人生的喜樂、感情的離合、各方面的衝擊 在2015年又害泰帥 即是被人害 聽起來都很害怕 其實人不用那麼害怕 扮泰帥有四種的 融、衝、直、害 每一年十二生肖裡面 都僅有四個扮其中一樣東西 泰帥其實是指木星 繞過太陽公鑽時那次反生的磁場 木星繞過太陽公鑽一圈 是大約需要十二年的 古人就以木星的運動軌跡 去跟十二生肖對應 就不是真的有隻泰帥走出來害人 如果有宗教背景的人士 是可以將他交託給神、主耶穌、天父 或者是涉泰帥的 沒有宗教背景的人士 也不用擔心 因為只要凡事小心 多做事事就可以了 在2014年和2015年 對淑鼠的朋友來說 的確是一般的 不過2015年 一定沒有2014年那麼多事發生 但是都要有定心理準備 因為都是凡一年 淑鼠的朋友 最快都要去到2016年 即是猴子年 才會存回很多 雖然大家都是鼠 但是2015年 對於1960年前的庚子 以及1972年的淫子的鼠 來說 的落差是沒有那麼大 一聲方面 是有粵德、玉堂 和太極貴人的 粵德是一粒很強的貴人精 玉堂天月貴人是屬於陰的 所以如果你是晚上出生的 這粒金對你的幫助是較為大 通常這些貴人都會在你遇到 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剔手的事情 那時候出來解決問題 總之是逢空霸吉 而太極貴人就是天上的貴人 過去由於種種的經歷 再加上2015年 太極貴人精的吹動之下 屬於朋友你們 例如在2012年突然間 就會對人生哲學、宗教 會產生一種緣分 你可以形容為一種興趣 在人生的旅途裏面 總是會遇到一些挫折 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困難 視它為一種挑戰的話 再在宗教和哲學裏面 找一些答案 當思路一清的時候 其實很多問題都可以容易解釋 太極貴人精就是這樣幫到你了 空聲方面分別有小蠔、天鴨、綠澤、鹹池和死腹 小蠔也是一些小破災 天鴨是一粒災精 主要是會影響你的健康 屬鼠的朋友 由於是屬於跪水的 當他遇到紀土的時候 就要小心腎、唐光和地療系統 綠害都是會令你覺得累的 你不是很想動的 鹹池是一粒偏桃花的 主要是一些表示你有感情上的煩惱 正如我之前所說的 2015年是土黑水 所以屬鼠的女士就要化眼色 在2015年 死乎是指很容易有爭拗 這些爭拗很多時候是屈到你頂 所以盡量要引揚 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屬鼠的朋友在未來2015年 需要特別留意的月份 分別有5月、6月、8月和9月 至於有什麼趨急被封的方法 和風水布閣 屬長程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健身P.com裏面的心子錦囊 或者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定期會上載一些追星資訊 最後祝大家陽年行好運 心想事情、心體健康、才永滾滾 MING PAO TORONTO